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你相信所谓的秘密恋情吗? 是什么让像王一博这样的顶级明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自己的感情关系保持在公众视线之外? 现在,在听众的猜测和期待之中,他正式举办了婚礼。 但是谁会是幸运的新娘呢? 引起关注的新娘身份是谁?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位明星生活中的秘密和热门事件吧。 王一博正式举办婚礼,新娘身份引人注目。 王一博举办婚礼,新娘身份引人注目。 作为华语影坛的一颗璀璨明星,王一博的事业和私生活一直备受公众关注。 最近,他在与李沁和王阳合作出演的电视剧《图风者》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该剧取得了非常引人瞩目的成绩,令粉丝们无比自豪。 在王一博即将上映的电影名单中,有传言透露他即将推出的项目《围和部队》。 最近,该片中一张火爆的照片被曝光,引发了热议。 这似乎是本次电影中王一博的婚礼场景。 照片中,王一博身着军装,而新娘则穿着一袭非常美丽的白色婚纱。 这位帅气的男演员略显羞涩,令人民众十分喜欢。 据悉,在《围和部队》中与王一博结婚场景的美女是1998年出生的同遗憾。 他曾参演过《西游记女儿国流星花园2018》双丝镜等影视作品。 然而,一些王一博的粉丝表示,他并不是《围和部队》中的新郎,而只是一个伴郎。 这是一位战友的婚礼,所以他才会参加。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观众期待在荧幕上看到王一博成为新郎。 相差19岁,阿云嘎爱上鲁豫,他到底图个啥。 阿云嘎,这个名字在近年来在娱乐圈逐渐展露头角。 他不仅拥有俊朗的外表,更凭借出色的歌唱和表演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轻有为的艺人竟然与53岁的鲁豫传出了绯闻。 相差19岁的两人,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阿云嘎又到底图个啥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阿云嘎和鲁豫都是娱乐圈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不俗的成就。 鲁豫以其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主持风格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而阿云嘎则以其出色的歌唱和表演才华,获得了广泛认可。 两人虽然在年龄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在事业上都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目标。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共同的事业追求,让两人产生了共鸣。 在娱乐圈中,工作常常需要长时间的相处和合作,而这种相处和合作往往会让人们更加了解彼此。 阿云嘎和鲁豫在合作的过程中,或许逐渐发现了彼此的优点和魅力,从而产生了感情。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年龄差距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 对于阿云嘎来说,与鲁豫这样的成熟女性在一起,或许能够带给她不同于年轻女性的新鲜体验和感受。 而对于鲁豫来说,与年轻有为的阿云嘎在一起,或许能够让她感受到更多的活力和激情。 这种新鲜感和刺激感,或许也是两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段恋情。 毕竟,相差19岁的年龄差距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年龄差距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 比如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等。 因此,阿云嘎和鲁豫是否真的能够走到一起,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总的来说,阿云嘎和鲁豫相差19岁的恋情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和惊讶。 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同时,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各自的事业上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就和突破。 无论如何,这段恋情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一段难忘经历, 也将为他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在娱乐圈中,恋情总是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阿云嘎和鲁豫分手的消息, 或许他们真的会走到一起,共度余生。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 毕竟,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段感情,但也要学会面对失去和放手。 最后,我们衷心祝愿阿云嘎和鲁豫都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无论他们选择何种方式生活,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同时,我们也期待他们在娱乐圈中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相差19岁,阿云嘎爱上鲁豫,他到底图个啥。 近日,关于著名男歌手阿云嘎、阿里云嘎与知名主持人鲁豫之间的恋情传闻,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两人年龄相差19岁,这样的年龄差距在恋爱关系中确实不常见, 自然引发了人们对这段感情的好奇和猜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阿云嘎和鲁豫两位公众人物的背景和个性。 阿云嘎是一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 在音乐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一大批忠实粉丝。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在音乐榜单上屡获佳绩, 更是因其独特的风格和才华备受赞誉。 而鲁豫则是中国电视界的知名主持人, 以其亲和力和专业素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曾主持过多档知名节目,深受观众的欢迎和尊敬。 有人可能会质疑阿云嘎和鲁豫之间的感情是否真挚, 是否存在其他目的。 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恋爱关系是极为私密和复杂的, 外界难以完全洞悉其中的动机和情感。 或许,阿云嘎被鲁豫的风采和魅力所吸引, 而鲁豫也对阿云嘎的才华和魅力新生好感。 在他们的感情中, 也许并不存在所谓的图谋, 只是单纯的彼此倾心。 然而,无论阿云嘎和鲁豫的感情如何, 都离不开公众的关注和议论。 毕竟,两人都是公众人物, 其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对于阿云嘎来说, 他或许会面临来自粉丝和媒体的压力和质疑, 因为他们担心这段感情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和形象。 而对于鲁豫来说, 他也需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 毕竟,一个19岁的年龄差距确实不容忽视。 不管外界的猜测和评论如何, 阿云嘎和鲁豫都应该为自己的感情负责, 毕竟,爱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情。 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只要他们真心相爱, 那么就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对于外界的言论, 他们可以选择听之认之, 不受干扰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总的来说, 阿云嘎和鲁豫之间的感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无论外界怎样评价, 他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选择, 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愿他们能够共同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时刻, 真心相爱, 相伴一生。 此外, 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对于年龄差异恋爱关系的普遍偏见和负面态度。 在传统观念中, 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往往被认为是不合适, 甚至不道德的。 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尊重不同年龄段之间的爱情关系。 阿云嘎和鲁豫之间的感情或许正是一个反映社会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例证。 在这个充满偏见和质疑的环境中, 阿云嘎和鲁豫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伴侣, 而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和指责。 毕竟, 爱情是属于每个人的私人领域, 无论年龄、性别还是其他身份特征, 都不应该成为评判爱情的唯一标准。 或许, 阿云嘎和鲁豫之间的感情能够成为一个引领社会思潮的典范, 让更多人明白爱情的本质是与年龄无关的。 只要彼此真心相爱, 尊重和包容对方, 就能够创造出美好的爱情故事。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观念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会理解并支持他们的选择。 最后, 让我们祝福阿云嘎和鲁豫, 希望他们能够坚定地走过每一段旅程, 用真挚的爱情和包容的心态, 共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愿他们的爱情故事能够成为社会的典范, 启迪更多人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